对于忠心耿耿和野心勃勃的观音 玉帝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 来消除他对自己的威胁 一是默认观音的自肥行为 听任他扩大影响 认同他收小那盘 二是拒绝提升观音在佛派的职位 忽视他对取经行动做出的突出贡献 坚决不让其成就佛果 确保观音的势力不至于过度膨胀 在玉帝限制观音势力发展所采取的两个措施中 所谓投我以逃 保之以理 观音多次帮助玉帝 玉帝当然会考虑他的想法 默认他的自肥行为 就是对他对观音最大的报答 然而对于第二个措施 很多读者就很难理解了 在取经行动成功后的分封中 观音没有得到封赏成佛 是如来没让他成佛 这又与玉帝有何干系呢 这种想法看似有理 但是却忽视了两点 一是如来本身是玉帝的下属 二是观音与太上老君的关系密切 作为玉帝的下属 如来是如何迎合玉帝的想法 对观音进行压制 不让观音成佛的 对于如来来说 他作为现在佛派的掌门人 对于自己的地位 也有着极强的危机感 这是因为 他现在在佛派的位置 其实原来是燃灯古佛的 也就是说 佛派掌门人位置是经常变化的 昨天是他燃灯的 今天是你如来的 明天就有可能是其他人的 这种佛派掌门人位置的不确定性 必然会使如来对如何保自己的地位 产生深深的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 如来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减少竞争者数量 竞争者当然是越少越好 最好只有一个 这样才能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对手 然而如来本身就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那就是被称为未来佛的弥勒 他已经在虎视眈眈的盯着如来的位置 如来怎么可能再让欺负之师 五方五老之一的观音成佛 再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呢 从减少竞争对手的角度来看 如来当然是不愿意让观音成佛的 换句话说 对取经行动做出突出贡献的观音没有成佛 确实是如来的意思 所以才有在取经成功后 论功行赏时 如来对观音的贡献之字不提 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封赏 让他成佛了 那么又有什么证据来证明 观音没有成佛 也是御帝的意思呢 并且归根结底是御帝的意思呢 御帝不想让观音成佛 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过 在此不再赘述 而对于不让观音成佛 归根结底是御帝的意思 我们则用反正法进行证明 也就是说 御帝要让观音成佛 如来是否能够拒绝 如果能够拒绝 观音没有成佛 那是如来的意思 如果不能拒绝 观音没有成佛 那就只能是御帝的意思了 御帝是天庭神仙国度的政府首脑 如来只是天庭政府任命的主管 西方先界事务的五方五老之一 即 如来是御帝的下属 御帝是如来的上级 按照常理 无论如来心里怎么想 至少在表面上 他应该绝对听命于御帝的 因此 在悟空大闹天宫时 御帝派游易灵官同意圣真君到灵山传旨 请如来到天庭降妖 如来马上带着阿南和家业 就到天庭炼魔就嫁了 既然如来必须要听命于御帝 在取经行动成功后 如来在论功行赏时 即使如来不想让观音成佛 只要御帝想让观音成佛 他下一道圣旨 如来也必须要听从的命令 将观音封赏为佛 也就是说 作为上级的御帝 他要想让观音成佛 作为下级的如来 他就根本不能拒绝 然而 在对取经行动有功人员进行封赏时 御帝却什么也没说 任凭如来自行其事 仍然让观音停留在菩萨之位 屈居于唐僧和悟空之下 这就充分说明 观音没有成佛 是如来意思 也是御帝的意思 其实 归根结底是御帝的意思